在入侵时搞得最后一位公主 敢当面挑出慈禧的错误 为何还能不被惩罚呢 容寿公主被称为清朝最丑公主 因为她岁数不大 却长了一张老肉妇人的脸 就连驸马看了都内心不喜 驸马去世之后 公主也日渐憔悴起来 脸上终日不见笑容 慈禧见公主实在可怜 就将她接回了宫中一起住 自从驸马去世后 容寿公主便再也不在容貌知识上上心了 她不再穿花哨的衣服 也不再说时髦的发际 更不画漂亮的妆容 容寿公主本来就生的老相 这样一来便更像个老妇人了 容寿公主一直是一位克己首领的人 虽然慈禧位高权重 但容寿公主看到她有什么不合规矩的地方 也会直言面戒 说话毫不遮掩 也不在意慈禧太后是不是爱听 慈禧太后生平最喜奢华 在服饰和造型上已是颇费功夫 容寿公主就是看不过去这一点 总是想要给慈禧太后指出错出来 可总也寻不到机会 直到有一次 公主进宫给慈禧太后请安 瞧见慈禧太后